跟你讲个笑话 有个国王 从前有个国王 他很爱名的 然后他常常叫 很喜欢就是 威夫处寻 就是探访他的子民 他通常很喜欢去那个市场 市集里面 人家卖菜啊 卖什么的地方去探访 有一天 他到了市场里面 看到有一个卖离的孩子 女孩卖离啊 那个水果卖离的女孩 然后 注意到这个女孩啊 特别放两粒特别大的离子 放在那个离的篮子外面 然后他其中拿了一粒离子 他就削皮 对吗 讲削嘛 削皮 削皮啊 就吃 然后国王看了 就走过去 他的那个卖离的地方 然后就拿起另一粒 还有削皮的那个离子 一大口咬下去 这么棒的离子 应该是这样吃的 然后女孩子看着他 很无奈的跟他说 我也知道离子是这样吃的 可是刚才这两粒离子 其中一粒叠近的马桶 我都不知道是哪一粒 你明白吗 有时候我们 以为我们懂很多 以为我们知道的知识 就是这么样 就是这么样了 有时候这些知识啊 反而使到我们啊 拦住我们啊 去认识我们的真神 所以呢 一些你所收到的资讯 不一定是好 因为你看到的不是 你看到的东西 过你听到的东西 未必是 那个事实来的 阿们 我们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免你 我把以下的时间 交在你身手里 我也把讲台交在你身手里 求你高默 讲台和你的仆人 和高默每一位的兄弟姐 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 让他们打开 他们属灵的耳朵 而眼睛能够看见 能够听见上帝你 从天上赐下来的玛纳 让我所讲的每一句话 没有掉在地底下 而没有果效 反而 要成为力量 成为恩膏 成为祝福在他们生命当中 使得他们能够更认识你 更接近你 更亲近你 来敞开他们自己给你更多 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免你 把以下之间 这样祷告 交托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忘记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为奉献祷告 我们再次来祷告 我们会奉献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免你 我们也把奉献家来伸手 你也求助你赐福 所有给的人 我也求助你 用这金钱 来扩展你的果度 虽然我们在 新港的教会 人数不多 但是我们 希望 主啊 你使用这些金钱 使用这些人 从每一位的兄弟姐妹 兴起他们 成为这个 孙埃阿拉的光和盐 来影响市区 来带领更多的 新朋友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免你 如此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神 我们在过去的一系列里面 我们今天来到 第四个系列 在耶稣基督里的系列 我们有 已经讲到第四个系列 在过去的第一个系列 第二个系列 第三个系列 我们讲到 我们一个人 当你来教会 并不是代表 你真正的 接受耶稣 还是认识耶稣 你当一个人 怎么证明他 已经是接受 和认识耶稣呢 必须他 那个人 必须在耶稣基督里 唯有人在 耶稣基督里呢 才能够承受 上帝 过来耶稣 要给他一切的福分 一切的祝福 和一切的 上帝要给他的能力啊 种种 一切 在他生活里面 然后第二个系列 我们讲到 原来 在基督里有 很丰盛的生命 上帝不只是 你要信耶稣而已 耶稣说 我来了 到节来 无非是杀害 偷窃 毁坏 我来了 是叫羊 就是人 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 丰盛的生命 上帝要我们 有丰盛生命 阿们 在上个星期 我要跟你讲到 在基督里 你是可以过着一个得生的生活 上帝 答应我们 也承诺我们 应许我们 在每一个事件上 包括我们的 事业上 包括我们的家庭 包括我们感情 包括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包括你的工作和你的事业 上帝都答应给我们有得生的生命 今天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第四个系列 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你必须要做一样的东西 就是跟耶稣一起 联合在一起 我们如果你有圣经 请打开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一节到 第一节 哥罗西书 第一节到 找到了 我用圣经和本给你们读 第一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下的事 第三节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 荣耀里 第五 所以你们要 制使你们 所以要制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犹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 第六节 因这些事 神的憤怒 并临到那悖逆之子 第七节 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 极绝这一切事 以及恼恨 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原理 第九节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第十节 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十一节 在此不分 悉尼尼人 犹太人 受隔离的 未受隔离的 坏卧人 吸骨蹄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 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阿们 我们怎样跟 跟耶稣基督一起联合呢 我们来看 第一 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第一 我们要当求上面的事 英文说 set your mind on the above set your mind on the above 所以你看到呢 第一个 圣经告诉我们说 所以你们 第一个 所以他看到 所以你们 若以基督一同复活 这边呢 我们有看到 有若 若以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呢 兄姐妹 不是你有 你的 跟耶稣的关系 并不是 取决于你来 多少次的价位 不是 取决你 去的价位 有多少年 而是 你有没有 耶稣 复活的生命 在你里面 保罗写这句话 真的很详细 很仔细 很小心地写 你们 若以基督一同复活 如果 假如你们真的和 耶稣一起复活的话 应该有怎么样的 的表现呢 圣经上说 有怎么表现 求上面的死 一个有生命 耶稣 生命 复活 生命在他里面呢 他会求 上面的死 上面的死 是应该 一个 以基督复活 一个人 应该有的表现 阿们 欢迎你 厉害 基督徒的复活 是一种生命的更新 不是道德的改革 也不是一种理念 即使生命的更新 自然有生命的表现 这表现呢 是求上面的死 所以呢 我们回到一个关键 兄弟妹 你有耶稣 在你里面吗 你有耶稣 复活在里面 你有一个很 证明 有一个很 自然的表现 就是 你会追求 上面的死 你会 克募 上面的死 然后呢 这里 以基督 这里 以基督 一同复活呢 指的是 我们生命上的 一个经历 指我们 以基督的生命 和基督的生命 一起联合的 一个 一种经历 然后 我们有看到 那里 有基督 坐在神的右边 请问 那里在那里 那里是指那里 那里 有 耶稣 基督 坐在神的右边 那里是在那里 那里 就是在上面的死 那里 是指的是上面 所以你明白 那里有 基督 坐在神的右边 神的右边 哇 你去过神的右边吗 神的右边 又在那里呢 神的右边 是什么东西来的 兄弟妹 神的右边 是一个很尊贵的地方 是有权柄的地方 是圣洁的地方 是荣耀的地方 而且是和神 沟通的地方 为我们 代求耶稣 为我们 代替我们 祷告 代替我们 祈求的地方 寻求上面的事 就是以神亲近 圣洁 属灵全病 祷告 而不是寻求 世界上 属世的 物质上的东西 以神联合 今天我有 做牧师不容易 除了做牧师 还要做病 还要做魔术师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 是 与基督联合 不适合基督混合 这个叫混合 看到没有 混合 就是把绿豆 和红豆 混在一起 叫混合 当你把一个东西 一个物体和 一个物体里 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他原来的生命 还是有才的 红豆还是 依然看到红豆 绿豆还是 依然看到绿豆 它还是充满着 他自己 我们不是跟基督混合 很多人的生命 信好耶稣之后 他只是跟基督混合而已 因为基督也吹鸭梳咯 啊 鸭梳 那叫 我谁要去帮 哈哈 ok好 这样好了 我就走了 拜拜 这叫混合 但是跟基督联合 是 基督的生命 参进你的生命之后呢 你已经不再是拥有你自己的生命 而是你的生命 彰显出基督的生命 来这里有一个 Aspire 我买不到Iodine 所以我拿黄药 回来 这杯水代表你的生命 ok 这杯水代表你的生命 然后呢 我就第一次递了黄药 水下去 因为买不到Iodine 递几地的黄药 给大家看怎么样 我挖一个洞 然后我滴起地 魔术四零了 因为我不敢这样倒 昨天倒到我满腹都湿了 反正快点起 就掉了 所以你看 当我把那个黄药水 倒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你重启以后 这杯水不再是单纯的一杯水了 不是一杯百开水了 有没有 变成这个水呢 有联合 有联合黄药水的成分在里面的 有没有 你还能找到原本的你吗 这就是和基督联合 和基督混合的分别 试验做完了 所以圣妹妹 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我们跟基督联合 而不是混合 当你跟基督混合的时候 有些东西你还看得清楚 分得清楚 但是你和基督联合的时候 你再也找不到你自己 而是你看到耶稣的生命 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是以基督联合 以基督合合为一 结果呢 基督呢 就成为我们的 我们的也成为基督的 基督有什么 基督有充满着神的生命 基督有荣耀 有丰富 我们有什么 我们是带 我们的生命是带来死亡的 我们人生 短短几十年 我们有的是短暂的生命 我们有的是面对将来一定人 一定要经过生老病死的 所以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短暂的生命 我们有死亡 我们有卑微 我们有贫穷 可是我们的今天呢 我们把所有的诅咒 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贫穷 卑微 还有死亡都给了耶稣 而耶稣的丰富的生命 一切的那些荣耀 都代替了我们 我们成为基督的 基督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 成为卑微的人 并且死在 第十字架上 又进入死里面 基督成为我们 我们叫我们得着生命 荣耀和功夫 看到没有 这是上帝要做的工作 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不要混合 很多人混合 只是说 哎呀 信耶稣可以 但是不要叫我改变 我还是要我以前的生活 星期六我还一样 一定要去clubbing 一定要去喝酒 一定要去玩一玩 要 总之 是我的夜生活 马照跑 舞照跳 夜生活 照 过 那个是混合 你要联合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彰显出 你有寻求上面的生命 第二 要思念上面的事 set your heart set your heart 那 我们来再看一次 所以你们若真以基督一体同活 当求上面的事 有没有 然后第二节目说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下的事 在英文里面 用得很好 中文就分不出来 英文 第一节的时候 当求上面的事 在英文写 set your heart set your mind on above 而第二节说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 英文写 set your heart heart and mind 可是这边是没有 中文是没有分heart and mind 所以你看呢 所以呢 当英文说set 是意思什么呢 set就是说 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叫set 也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思意念 要注意我们整个人的思想 我们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呢 慢慢会成为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和习惯 而这个观念和习惯呢 就慢慢影响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呢 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 在英文这个set的意思呢 就是说 已经决定了 决意的意思 set set your mind make up your mind set 然后呢 就说 你已经set了 不改变了 决定了 没有摇动 没有 不再受影响了 这叫set 你赏识 你努力 决意 把你的心思意念 放在那里 放在上面的事 在 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 如果你看到人家在 人家运动 运动会的时候 那些运动员在准备的时候 那个喊 喊开始的人 叫什么 裁判 叫什么 我忘记了 总之那个喊开始的人 要拿一个枪 他会讲什么 set ready go set 在运动场上 这个set呢 就说你准备好了 你 你 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已经开始准备好了 所以兄弟姐妹 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 一个基督徒呢 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 他会把他的心思意念 放在上面的事 并不只是心 把放在上面的事 他的思想 也放在上面的事 所以你看到我这边有写 没有写啊 我这边少写 OK 就好像我在举例 这里都超过18岁的人 没有小过18岁 我不知道你18岁过后 有没有堕入爱河的感觉 我应该是会有啦 应该是会有 当你真正一个 falling in love的人 堕入爱河的人 你会看到他 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会在阳光 暴晒底下 在那边等两个小时 他的女朋友 或者他的男朋友 他的女朋友来到 哇 你等那么久啊 你等很久了吗 他说不是啦 我才等你十分钟而已 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和这样的忍耐呢 因为 因为他已经堕入爱河了 他的心思意念 都放在那里 放在他的女朋友身上 放在他的男朋友身上 有没有 一个堕入爱河的人啊 所有的心思意念啊 都放在他深爱的人身上 可能你不知道啦 我常常站在台上 讲到的 我常常都注意那些 couple couple的啊 那些谈恋爱的一些 那些 couple couple啊 你看他那个男生 各位 那看那个女生啊 他好像很专心 在听我讲到这样 其实啊 他的眼光 和他的目光啊 不时不时 都会烧在他的女朋友身上 或者烧在他的男朋友身上的 啊 这是牧师有分析 有看到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他不专心听到吗 不是 因为有爱 他有love 他已经是falling in love的人了 堕入爱河的人 所以他的心思意念 一步小心 一步下止 不到五秒钟 他尽量看他的女朋友在做 他妈妈也在那里 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没 如果你现在在拍拖 你有这样感觉 糟糕了啦 你需要counseling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堕入爱河的人 他很自然的 把自己的整个心思意念 整个身体呢 投入进去 讲电话 bo jobbo 三个小时 他说妈妈骂了了 要去睡觉了 我们讲三个小时了 这么快啊 我才以为十五分钟而已 我还讲不够啊 因为刚刚开始 英文说 英文说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那个月亮还很年轻啊 所以 这就是有爱的人 再举例 圣经说 在这里 我重复到两个了 so set your heart 所以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怎么样 就影响成为你的习惯 你的习惯呢 就成为你的行为 所以你会常常看到 我来看来教会的人 他来教会的行为 有些人很早就来了 因为他有爱 他的心思意念 放在那里 他的心思意念 准备好来 朝见他的爱人 他的爱人是谁 他的爱人是耶稣基督 所以兄弟们 你要学习 你要找男朋友也好 找女朋友也好 你要学习 那个人 是把爱 不是首先给你的人 他会把爱给耶稣的人 常常人家跟我讲 你要找 你要教男朋友 教女朋友 你要part talk 你要找信耶稣的人 是不够的 你要找信耶稣 而且属灵的人 为什么我能解释给你 为什么那些 在教会里面 仍然有很多很多人 戒了婚还是离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只找 有基督徒 信耶稣 可是他生命没有改变 那也是很糟糕的 所以你要找一个信耶稣 而且生命改变 有属灵的生命的人 才是一个 得到一个美满 家庭生活的一个人 所以 所以今天 思想 影响你的习惯 习惯影响你的行为 我们继续来看 圣经有一节 圣经 很好的圣经 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 二十一节 Mathieu 6 21 他说 Where your heart is Where your treasure is 你的宝藏在那里 你的心 就在那里 你的男朋友 是你的宝藏 你的宝藏在那里 你的心 也在那里 你的女朋友 在那里 因为他是你的宝藏 你的心在那里 他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好 Where your heart is Where your treasure is Where your treasur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都可以用了 都是一样的 你的心在那里 你的宝藏就在那里 你的宝藏在那里 你的心就在那里 所以圣经明 Make up your mind Set your heart 把你的心思意念 放在上面 就是 Set your heart on the above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above 圣经讲 然后 我们去来看 因为 圣经常常有 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再举了一几个故事 圣经里面总是 有一些人 最后 他不能到天 他不能到达上面去 为什么呢 比如说 当挪亚造方舟 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在挪亚造方舟 上帝说 世界太邪恶了 他已经容忍到一个程度 他要毁灭整个世界 所以他就要叫挪亚造一个方舟 据方舟今天在那里 阿拉 阿拉拉番 阿拉拉番在那里 阿拉番在土耳其的北部上面 他的残骸 那个挪亚的 方舟的残骸 还在希腊 那个阿拉拉山上面 那 据了解 上帝才奇妙 那个方舟 挪亚造的方舟 在世界上 还是排名第二大 还是排名第二大 还有 只有一只一个 那个战舰 是大过他罢了 那个方舟是很大 大到圣经讲 他把世界的所有动物 昆虫都带进去 有人问 当时挪亚有没有带细菌进去 那很好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 如果他有带细菌进去 一定是带一只公一只母进去的 才能够防止 要不然没有一只公一只母 就没有防止的可能了 所以你看 挪亚造方舟 我们回来言归正传 挪亚造方舟的时候 他叫他一百二十年圣经讲 他一百二十年跟人家讲 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 赶快上船 不是上船 上船 船 发音不准就是这样 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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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你明白明白就对啊 发音不准 在这个面我回去念 常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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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相信他 为什么不相信他 哪有一个疯子啊 你建一个船啊 在那里 有人造船在海边 没有人造船在山山的 因为你造好 你还要推下去 而且是四五千年前的 拿的东西可以拿 没有人拿的 可是挪亚就是一个很疯狂 未准疯狂的一个人 他把船 造在山山 他跟人家讲 世界末地要到了 这个世界要毁灭了 赶快上船 上船 上船 没有人相信他 他船到一百二十年 没有人相信他 连他三个女儿的女婿 就是他三个女儿的先生啊 老公啊 都不相信 结果 结果呢 洪水泛滥 这个洪水来的时候 淹没了全世界 连 挪亚的女婿都不能上船 还有 圣经里还有一个人叫罗德 罗德 当圣经说 他要 上帝说 这个 他住在 俄摩拉和 俄摩拉和 索多 索多玛 这个城 这两个城市里面 当时 俄摩拉和索多玛 这个城市 是充满罪恶的城 是罪恶之城 上帝不能答案了 他说要毁灭这个世界 然后就跟 跟罗德讲 罗德赶快 摘暴风 巴雷 干凤 东东腔了 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不要留在这里 这个城市 我要毁灭掉了 罗德还慢吞吞 OK啦 可是 我还有很多东西 没有做 这世界太吸引我了 太隐喻我了 我还有很多东西 不舍得走 不舍得拿 诶 上帝啊 那个 Extro可以拿进去 可以带走 还有很多东西 他不舍得 我还可以拿 我的iPhone 5 进去走 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舍得 我们不愿意放 我们 一直不舍得 罗德就是 这个不舍得 一个不舍得的人 他贪恋世界 他爱世界 他爱世界里面的所有的物质 不舍得放 正经讲 告诉 当他 上帝毁灭这两个城市的时候 罗德在逃命 在奔跑的时候 他的妻子 一直往后 往后面看 看那个城市 哎呦 这么可惜 把它烧掉 哎呀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的Extro也烧掉了 我的金银珠宝也烧掉了 我的钻子 24卡拉的钻子也烧掉了 他不舍得 不舍得到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的妻子在走的时候 上帝 使到他的妻子 变成一个炎柱了 变成一个酒桃了 变成一个巴独了 今天 你去到 埃及的地方 我忘记什么地方 我不能回想起来 那个地方 还有在 你今天看到 有一个炎柱就是 罗德的妻子 不要开玩笑 有些东西 我们 圣经 劝告我们说 这个世界上呢 只是我们 占留的地方而已 这世界上 只是 给我们 占留 几十年而已 我们只是都是 过路 过路的 我们都是路人家来的 在世界上 我们都是路人家来的 我们只是 暂时停留在 这个世界上的 一个暂时而已 我们将要 永永远远 永恒的 跟 耶稣 跟阿爸父 一起 永远的 在一起 在天 上面 所以 真正 重生的基督徒 我们的心思 他们的心思 意念呢 要放在上面 地上的事 本身是没有 所以 是充满 人活在 这世界上呢 就是有需要 地上的事 但是基督徒 不可以 过分 看重 地上的事 思念 你们要 思念 sorry 我们一回去 那个经文 你们要 思念 上面的事 思念呢 这个词 这个意思就是 有现在 进行 是 是 现在 正 来的 就是 你要 思念 你要常常 思念 你要不断的 思念 你要一直的 思念 的意思 就是 表示 继续 不断的 意思 我们要 常常 思念的事 是我们 充满我们 心思 我们看为 最重要的事 怎样 跟基督联合 第一 set your mind 第二 set your heart 我们来看 第三 一同 藏在 主 里面 圣经 告诉我们 因为 你们 已经 死了 再一次 你 跟你旁边 讲 你已经 死了 你是 死人 这是 圣经 讲的 你已经 死了 你的 生命 以基督 一同 藏 在 神 里面 基督 是我们的 生命 他显现 的时候 你们 也要 以他 一同 显现在 荣耀里 基督徒的 生活 讲究什么 生活呢 在世人 来看 基督徒的 生命 跟别人 生命 没有什么 不一样 但是基督徒 的属灵 生命 是隐藏的 你 应该 把你的 生命 藏在 神里面 我们的 生命 与基督 一同 藏在 神里面 我们 真正的 生命 在那里 我们 真正 生命 圣经 在天上 早期 早期 基督徒 他们认为 他们 接受 洗礼 过了 受敬 他们 愿意 受敬的 原因 其中一个 原因是因为 是一种 死亡和 复活的 一个写照 当一个人 死亡的时候 和埋葬的时候 希腊人 有一种的 想法 过了 说法 那个人 已经 藏在 泥土里了 但是 一个基督徒 所经历的 洗礼 如果今天 还 接受 洗礼 过得 你要了解 洗礼 就是 整个 洗礼 没有什么 洗礼 不是一个 仪式 也不是 你信 我们常常听到 你说 你去教会可以 你信耶稣可以 但是不要洗礼 洗礼 就完蛋了 完蛋 没完蛋 你信而受洗 你生命才是 真正的开始 还不是完蛋 因为 一个洗礼 是一种的 表示 是一种宣告 你今天 如果你不认识 这个洗礼的意义 你洗十次 对你来讲 也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你了解 整个洗礼的意义 你洗一次就够了 有些人 去不同的教会 在卫理工会 他就洗一次 来到神教会 又洗一次 以后又去别的教会 又洗一次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不了解 洗礼的意义 他不是你去哪间教会 就要去哪间教会 洗礼 不是这么样的 因为洗礼 洗礼是 你一种宣告 跟世界宣告 跟人宣告 跟天使宣告 跟魔鬼宣告 跟所有的人宣告 我今天 不再是我 我要跟从主耶稣 而且我的生命 已经把我的生命 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圣经讲藏 捉迷藏的藏 这个藏字 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说 当只有是宝贝 你才会把它藏 不要给它 放在这里 藏 这叫藏 这个是宝贝 所以你把它藏起来 一种意思 另一种意思 就是藏 就是说 我有宝负的意思 我把它藏起来 免得它 我藏起来 免得它被人家欺负 这个藏的意思 另一个藏呢 就是我暂时 不要把它露出来 显露出来 所以基督徒 兄弟姐妹 你今天活在这世界上 圣经说 一天耶稣要来 今天你所信仰的 你还没有看到 你完全上帝 在你身上的一个荣耀 圣经讲 当耶稣来的时候 你生命要改变 你的身子也要改变 你的身子变成荣耀的身子 所以你不要花太多钱 去make up 花太多钱 去化妆美容 花太天天去弄你的头发 反正你还是要变得 因为上帝要给我们 一个荣耀的身体 你问牧师啊 什么是荣耀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是 四八够力的 很好的身体 耶稣复活后 耶稣做什么事情 耶稣能够穿墙而过 这样荣耀的身体 以后不用坐飞机 不用搭飞机 也不用坐火车 也不用坐 那个 地铁了 因为你想到那里 你想到那里 就能到那里 比那个 小叮当的那个 时光机还要厉害 我想去Tokyo 然后你就到Tokyo了 这叫荣耀的身体 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做的 不止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常常把思念思想 把所有思想只是想地面的事呢 我们来不及来思想上面的事呢 我们来不及转变 我们继续看下去 没有 常 就是荣耀的身体 然后圣经讲 当他显现的时候 这里显现就讲什么 这里显现就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耶稣会再来 我们整个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 不只是信仰耶稣 就等到上天堂而已 不是 因为整个信仰是讲到 耶稣基督要来 如果耶稣基督不来 我们的信仰就渴了 我们的基督信仰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神 会再来把我们接种 所以说里面 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然后 还有 我最近看的一个叫 Discovery Channel 我们看到那个 卧人 就是 diver 那个diver 就是潜水的那个卧人 他们都是潜到水里面 然后去找很多东西 去拍很多东西 找很多的生物 做研究 对吗 他们 他们夜下的更升级百里 他们就要带更多的 那个氧气筒 下去 要不然没有氧气 他们就 直接 不用上来了 永远 活在水里面了 兄弟妹 你的生命 就是好像这个卧人这样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可是我很奇怪 为什么有些人呢 他很享受世界 他还在那边才可以 不用氧气筒也可以的 他还很享受 这个世界的一切一切 圣经讲 你是天上的 你在 你是属天的 从来没有一个窝人 说 哎呀 水面太 水 水底下太厉害了 水底下太漂亮了 水底下太好了 我不愿意起来 我永远要在里面 不管他进了水里面有多深 进到水里面有多久 他总是要回到地 就是回到海面上 回到陆地上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就不属于海底世界的人 所以兄弟妹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兄弟妹 你是属于天上的 所以你不要把你的心思意念 把你的时间 花得太多时间 花得太多的那个精神 放在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 你应该投资 做对的投资 做明智的投资 花更多的时间 花在永恒里面 什么是永恒里面 是永永远远 你会跟耶稣在一起的地方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三 藏在主里面 第三一样的 就是因为他的经文太多了 我放第二 第二 slide 第五节说 所以 你们要致死 你们地上的肢体 有如淫乱 误会 邪情 恶欲 和贪婪 贪婪就是拜偶像 兄弟姐妹 第五节他说 所以 为什么要讲所以呢 就是有因为 才有所以 因为耶稣基督 是你的生命 因为你是属于天上的 因为耶稣为你 付出一切了的 因为 所以 第五节 所以 你们要致死 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要致死 这个原文 是一个命令来的 他不说 哎呀 要致死 可以就致死了 不可以 没有关系了 无所谓了 没有 要致死 致死是一个命令 不是当做一个过去 已经成为事实的 而是需要做的 而仍然你要做的 很多人说 哎呀 哎呀 怎么不行 什么都不做 你信耶稣就好了 一切都好了 不是的 你信好耶稣 你必须要 不负起你部分的责任 你必须要 为你的救恩 完成那救恩的功夫 圣经告诉我们说 保罗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致死 地上的肢体 淫乱 什么是淫乱 圣经讲的淫乱 是指是一个男 一个 然后申请讲误会 什么是误会 本来 本来是指一切不洁净的事 这里很可能是指 违反人性的行为 比如说同性恋 比如说 lesbian gay 这种的误会 然后邪情 正经讲有邪情 什么是邪情啊 邪情在原文的里面 没有邪这个字 叫情 情欲 只是没有重生的 本来就有的情感和情绪 愤怒 憎恨 也包括在里面 叫情 这里的情 不是他没有写邪情 就是你情 你本来的那种 你的个性啊 你本来的本性 本来的性情 还有 恶欲 恶欲的恶很重要 只望 只想望 不应当想的 或者用违反神旨意的方法去满足欲望 比如说 如果上帝有给我三个老婆 不知道有多好 这种叫恶欲 他不应该有的 如果上帝给我两两 mercedes 哪两两的 mercedes 做什么 你只有一个身体而已 你又不能同时坐两辆车 这叫恶欲 然后还有贪婪 贪婪不单只是想要得着所需要的 而是以多有而满足 一个不够 上帝给我两个 两个不够给我三个 三个不够给我四个 永远不满足的 叫贪婪 圣经讲 贪婪与拜偶像一样 贪婪与拜偶像一样 因为贪心的人 只以多有为满足 把多有看为最重要 物质的多有比神更重要 这些物质就成了他的偶像 所以为什么贪婪就好像拜偶像一样 就是说 因为你把那个药的东西 你的药啊 你的欲望药啊 多过爱神 所以你贪婪就好像拜偶像怎么样 明白啊 解释了很清楚啊 今天 在过去教会的历史以来 到今天两千年 二零一一年 这些主义就是不可以有误会 不可以谈性 什么都不可以 所以就有了神父啦 就有了修道修女哦 他们就一生不能误会他们身体 他们就把自己淹掉 虽然没有真正去淹 就是他不接近异性 不接近女色 不接近男色 就在修道院里面 度他的一生的身体 可是禁欲主义呢 却造成教会的很大的伤害 如果你了解整个教会历史 曾有一度呢 大概一千六百多年了 教会是进入黑暗的 黑暗的 黑暗的时代 所谓是什么叫黑暗的时代呢 就是说他外表很弹簧很圣洁 他里面都是很误会很胖长 就因为他们自行了这个禁欲主义 不可以动女人 不可以动男人 他们就建立很多的修道院 天主教 就建立很多的修道院 然后所有的神父啊 所有的修女啊 在那个修道院 女修道院 男修道院里面 里面修道 本来是很好的事情来的 很圣洁 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可是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就闹出很多的堕胎 闹出很多的那些 不应该没有道德的事情 比如说 他们在他们的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 就摸一个隧道 一个通道 然后男的修道院 男的修道就是那些神父 和修女就在那个通道里面 做一些口且的事情 然后搞出很多的事情 把怀孕啊 大肚子呢 然后他们就进行堕胎 所以今天天主教到今天为止 还是很坚持很反对堕胎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么样 他有他的历史呢 所以呢 在教会的立场 在圣经的立场 我们从来不自行 也不鼓励 禁欲主义 如果欲 这个信 或者是信欲本身是罪恶的话 上帝就是很大的罪恶 他是上帝给我们的信欲的 你会有这种信欲 会有这种的需要 信需要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是上帝本来就是给你的 然后另一种 另一种的 另一种的 另一种的极端就是 忠欲主义 就是哎呀 你要劲啊 我们来到人间 都是几十年罢了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Enjoy Enjoy your life 什么都做 甚至有一个一段时期 那些教王 天主教的那些教王呢 他们在教廷 罗马的教廷里面呢 他是要求所有的人 包括教廷里面的所有的人 他们要所有的男男女 来到教王的面前呢 都是拓光光的 因为教王是上帝的代表 所以你们来到 你们一定要圣洁 什么叫圣洁 是要拓光光来到他面前 也是造成很多很多那些 不应该很多 不会肮脏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发生 直到十六世纪 基督教才成立 直到十六世纪 马丁路德才改革 叫为新教 所以又称为基督教 就是废除了天主教 所有的那些仪式 和那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今天 就是有我们今天的基督教 我们不要忠欲主义 我们也不要敬意主义 因为如果信本身是错 上帝就是极大 这样再讲 就是最大恶极 因为他是把信义给我们的 其实上帝给我们信义是一个目的 回到创世纪里面 圣经讲 他跟阿当说 阿当男一个人不好 上帝说 做太阳很好 月亮很好 什么好 都很好 但是来到阿当 不好 他说你独居不好 然后上帝就从他身上 拿了一个肋骨 造了叫女人的人 女人 因为女人什么意思呢 女人就是woman woman 就是女人 就是从男人的身上 拿了一条肋骨 造成的人 所以呢 今天你一定要找回你的肋骨 或者你是那条肋骨 你一定要找回那个属于你自己的 这上帝的信义 如果信义是错 如果是这个联合 两人联合是错呢 上帝在人类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婚姻 信义是给有家庭有婚姻的 而不是春前幸福 所以你要明白 上帝给我们信义成为一个礼物 信本身是没有错误的 信本身是没有解恶的 而是帮助我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节 第八节怎么 不只叫致死 现在 但现在你们要 弃绝 这一切的事 以及脑恨 愤怒 恶毒 诽谤和口中的 污秽的原理 脑恨 什么是脑恨 脑恨就是爆发出来的愤怒 不止 有些人生气了 我生气你 我不要跟你讲话 OK了 这样我不要 有些人生气你 我生气你 我还要 起手打你 这种叫 脑恨 脑恨 脑恨是有行动的 然后不只是生气 生气还动手 叫脑恨 懂得 神经用的词啊 很好的 很准确的 脑恨 然后 叫愤怒 愤怒 愤怒是指你内心里面 深藏的一种情感 你生气一个人 哼 等下 姐妹你好 在心里面 我很生气你 你都不知道 我恨你恨得要死了 姐妹你好 这种 在里面 这叫愤怒 脑恨是做出来的 它不只生气它 还要做出来的 OK 愤怒和脑恨 有不一样的 恶毒 是指不好的东西 指 急败坏的恶事 在原语上 可能 指 在原语上是指那些 不造就人的闲话 讲一些啊 哎呀 你都是笨的啦 你都是没有用的啦 这些话 也是一种恶毒来的 OK 恶意重伤他人的说话 这个话语就是 恶毒 毁谤 毁谤是指人 对人的 诋毁 若是 对神呢 就是 亵渎 就是 当你看到一个弟兄做好事 你因为妒忌他 一个姐妹做好事 你妒忌他 你没有称赞他 哎呀 美佛你真是很棒哦 你很爱神 你服侍神 可是你妒忌他 你没有称赞他 反正你这样说 哎 他是假假罢了 他在家里很懒惰的 他哪里有这么好 这叫毁谤 所以我们圣经说 要弃绝这些东西 然后 污秽的原意 是指 不是讲出 不是指出货 黄色笑货而已 是指不争事 对人有伤害 有侮辱性的话语 我们不要说 哎呀 他长得这么胖 这胖子好像 让郑志伟这样 你可以 我可以啦 我自己拿自己来 开玩笑 我长得又胖又矮 我像郑志伟 OK 还好 因为我拿自己来 开玩笑 但是我们不要拿别人来 当着那个玩笑的货品 OK 保罗说 有些事情是 哥罗西人 必须替自己 除掉的 他用的动词 是把衣服 除掉的意思 这是早期 基督徒生活中 可以判监的 一副 图货 当基督徒受洗的时候 他先把自己的旧衣服 除下来 然后走进水里面 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便穿上一件新而洁白的外袍 他起舍旧有的生活 披上新的生活 圣经讲 你要穿上 你要第一 你要致死你的老我 第二 你要弃绝这些东西 第三 你要穿上新的衣服 很多的问题现在是这样 很多基督徒呢 有类似的 那个陷阱的失败 很多人都是脱掉那个旧人 可是没有穿上新衣服 在外人看来 会觉得我们是很奇怪的 哪有人没有穿衣服 到处乱走的 有吗 有试过吗 裸奔 我最近看到一个笑话 他这样讲 提外话啦 想到就讲啦 这个男人 他很伤心的 因为今天是11月11号 10月11号什么 什么日子 光困节 就是单身 还没有找到 另一半叫光困 他是一个光困 他就很 他很 懊恼 很 很无奈 他从小 从小 在班上读书的时候 就读11班 然后 转大的巴士 也是11号 今天又是11月11号 难怪我一辈子都找不到 女朋友 难怪我就是那么单身 难怪我就是过一个光混的生活 忽然间有一个人走过 就跟他讲 弟兄 不要担心 你会找到你的 另一半的 然后他就很奇怪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是单身 又是一个光混呢 哎呀 看你样子就知道了 你这样冒刀 女人如衣服 你总是会找到你的衣服的 那个人跟他这样讲 然后他就看着他说 难怪 难怪我竟然裸奔了30多年 因为他找不到他老婆 没有衣服穿 裸奔 所以我们 没有人会裸 侧裸在街上走 圣经说你要穿上新衣 穿上新衣 要穿上新衣 穿上什么呢 要穿上新衣 要 穿上新衣这个话题呢 我想留在下个星期 讲得更详细一点 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解释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那个童话故事叫 国王的新衣 国王的新衣 这个国王呢 那你就有点耐心一点 现在你听过了 让我再讲多一次 这个国王呢 是很爱穿美衣 穿新衣的国王 他花了很多钱呢 都花在衣服上 他已经找到最好的designer top designer 他的衣服 几乎是每一天都在穿新衣 那个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 因为他不治理国家 把所有所赚的那个税收呢 都花在他的个人的衣服身上 然后有两个骗子 过了老钱 为了要惩罚这个国王 这个贪婪的国王 而没有照顾百姓的国王呢 就设计了一个想法 说国王国王 我要帮你设计 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 然后一讲到衣服 那个国王就投降了 就OK了 好啊 怎样设计 然后他就讲条件 国王我可以设计你最漂亮的衣服 保证你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在我制作的过程当中 不能来看 不能 也不能 总之不能 我要秘密来做 因为这个衣服太漂亮了 也不能知道人 人家讲这制造过程 也不要人家知道原料 就算有人来偷看 他也看不到 因为他一定要有很有修养 很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到这件衣服的 国王就打赢了他一切的条件 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而且又给了他王金来做这件衣服 衣服做好了 可是 他那个两个designer 所谓的骗子就拿着衣甲 拿着 可是这个衣甲是看不到衣服的 可是国王又不好意思 因为他要表示这只是有聪明 有深度 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就 这个衣服很漂亮 所以竟然 OK 这个两个骗子 所谓的designer 就把他假装跟他穿上衣服了 然后 国王为了要展示他的心意 就在街上走一圈 大家都 大家都看国王没有穿衣服 又不敢讲 因为是国王来着 大家都不敢说 走了 差不多要走到那个街道 要走到最尾的一端的时候 忽然间有小孩子 问他妈妈 妈妈为什么国王没有穿衣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兄弟妹 我们 要 跟基督联合 当你不跟 当你信仰耶稣没有跟基督联合 的情况下 就等于好像你是在裸奔 没有穿衣服 你好像国王的心意这样 哎呀 你在欺骗你自己 我是有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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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一件衣服都没有穿 所以兄弟妹 让我们 让我们 学习 跟基督联合 而不是跟基督混合 我们 要有 他的生命 最后 我知道 我还有个 最后 基督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种 蜕变的生命 是一种蜕变的生命 可是很多人 他不知道 那这个 这跟上课一样 很闷 好像来听到 还要上学这样 那 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一个蝴蝶的生命 当一个蝴蝶 有一个新生命出现的时候 他就生出裸来 这你大家都懂 裸来就变成幼虫 对吗 幼虫了 就变勇了 变蝴蝶 是吗 这是一个 蜕变的过程当中 因为说 transformation 但是 很多人很奇怪的 很多记者很奇怪的 他变了蝴蝶 他又常常做蟲 我是蟲 以前是蟲来的 我还希望 我是蟲 兄姐妹 你已经是蝴蝶了 你不想 不要再 回想 你成蟲的 那个时刻 有一本书 虽然它跟基督教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觉得是应该拿来谈下的 有一本书 台湾著名作家 詹曼娟 所写的一本书 叫做 我的男人是爬虫类 当他在想的时候 就讲到 他所认识的每一个男人 都还在进化中的一个动物来的 就是说 男人是没有用的男人来的 因为男人都是一个动物来的 禽兽来的 他还在进化 他还在变化 他是一个爬虫类 但是当我用这本书来跟你们讲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个爬虫类 但是我们常常希望我们是爬虫 但是上帝说我们是蝴蝶 我们已经蜕变到蝴蝶的地方 我们常常向往做幼虫的生活 所以今天圣经再一次的回到圣经里面 来鼓励我们 我们常常向往做幼虫的生活 你们要和基督言和 第一你们要当求上面的事 第二要思念上面的事 第三要把你自己藏在上帝里面 Amen 让我们常常在一起来 谢谢观看